Odio Jungle Odio Jungle 原标题 中国空军正式宣布苏35战斗机联合巡航南海行程完全作战能力 中国空军发布苏道3午夜间训练照片 2月7日 中国空军公开宣布苏35战斗机近日飞赴南海参加联合战斗巡航任务 这是中国空军首次公开证实苏道35形成作战能力 在中国空军公开图片来看苏35进行了四机编队飞行夜巷飞行训练 也从各个方面表明苏道35已经能够在昼夜各种气象条件下执行作战任务 我们知道苏道35作为苏道27系列重大改进型战斗机 它一个主要改进项目就是增加了空中加油系统 加上苏道27系列 本身内油就非常多 正常载油可以达到5吨左右 如果采用超载油箱 能够接近10吨 载油系数非常大 因此飞机航程也非常远 转场航程达到3600公里 再加上空中加油系统 那么航程就会更远 可以达到6000公里以上 作战半径可以接近2000公里 可以覆盖第一岛链及外侧海域 为中国空军轰炸机 侦察机 电子战飞机提供护航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空军已经列装了 一尔78大型空中加油机 它在油量大 航程远 在任务半径为1000公里情况下 可以为战斗机提供35吨以上燃料 可以为速到35战斗机提供充足燃料支持 以便更好发挥战斗机远程作战性能 速到35战斗机 注意座舱左侧空中加油探头战斗机航 呈能够相关地区 还不能代表战斗机 能够在这里执行作战任务 现代空战除了要求飞机本身性能和飞行员素质之外 还要有完善指挥引导系统 中国研制了空警2000型预警机 它的作战半径也可以达到1000公里 为速到35提供空情信息和指挥引导 在相关海域岛礁机场也可以部署空警500这样中型预警机 必要的时候还可以得到航母舰载预警机支持 这样就可以让速到35远程作战性能得到充分发挥 速到35编队训练图片 此前制约速到35形成战斗力有一个瓶颈 那就是数据链 数据链是现代空战物质基础之一 预警机战斗机之间空情信息 指挥引导军通过数据链来进行 从此前报道来看 速到35配备的俄罗斯新一代战术数据链 而中国空军装备得是全军综合数据链 两者不能直接连通 可能需要一个转换器来完成两者之间数据交换 从中国空军发布消息 可以看到苏35联合巡航这个关键词 表明苏-35和中国空军其他飞机进行联合巡航 表明中国空军应该已经解决了苏到35数据链 与中国空军全军综合数据链之间连通问题 苏到35战斗机能成功融入到中国空军作战体系之中 苏-35还要解决与国产弹药兼容问题 对于中国空军来说 苏-35融入到中国空军作战体系 形成完全作战能力还只是第一步 未来中国空军可能还要解决苏-35与国产导弹 电子设备兼容问题 例如苏到35配备的RVVSD中距空空导弹 R73近距格斗空空导弹 与中国空军新一代PL15中远程空空导弹 PL10红奈成像制导空空导弹性能还有差距 另外俄罗斯也没有中国TL500这样隐身空地导弹 所以中国空军下一步可能要解决苏-35与国产弹药兼容问题